四爷把气都撒在了明慧头上 那些参奏明慧口出狂言 污蔑四爷残害手足的折子 应该都是在他的授意下呈上来的 否则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 又怎会在这个档口被拿出来说事 四爷找了罪名 就要求八爷在三日内休棄明慧 明慧的罪责 陈弟愿一力承担 要休棄弃子 陈弟 宁死不从 八爷确实听倒霉的 到这会儿他还不知道宫中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为何四爷突然要针对明慧 但他已经失去了一个若兰 绝对不能再失去明慧 所以宁愿赔上全府的性命 也坚决不肯休棄明慧 而且四爷若想安安稳稳地做好这个地位 在这个时间也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更不能直接残害兄弟手足 四爷在这会儿确实不能有太大动作 而且他答应过若曦 不会要他们的性命 便先将八爷发跪在养心殿前 以尽校友 但并未收回让他修气明慧的旨意 八爷发跪在养心殿外 又下起了瓢泊大雨 他的退机已有多年 如今天寒地冻地跪在外面 跪久了 恐怕就要残废了 十三的退机虽然也是因八爷才有 但他还是心有不忍 跑去为八爷求情 十三一直都这么善良 四爷告诉十三 若曦现在命悬一线 即便是醒来也不能再有神韵 这才是四爷最为愤怒的原因 如此 十三也不好再继续求情 四爷又命高雾庸送八爷回府 但不得用叫拈相送 只能一路走回去 皇宫和王府的距离可不近 八爷又有腿疾 走路缓慢 到府外时已经天黑 雨也已经停了 明慧焦急地等在府外 见到八爷 连忙迎上去 八爷不想让明慧担心 强撑着疼痛对他展露笑容 但身子再也承受不住 直直地倒在了水泊之中 八爷躺在床上休息 询问明慧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竟让四爷如此震怒 若曦在八爷心中的地位不一般 明慧一直都清楚 他想起上次对若曦用手段 导致若曦留在宫中 就被八爷冷落了将近八年 而且八爷曾经说过 不想再让若曦 卷入他们兄弟之间的斗争 明慧的那些话 分明就是将若曦又搅和了进来 所以他便不敢跟八爷说出实情 只说自己是想求若曦帮帮一众兄弟 八爷没想过明慧会骗自己 便没跟他说起被责发的原因 对于休息一事也只字不提 明慧给八爷整理巢服时 发现了四爷下旨 命令八爷休息的折子 他才知道八爷为何会被罚贵